6月7号 2019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 当日清晨 尽管离进场还有些时间 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人大复中考点 已经聚集了很多考生和家长 在送考家长的队伍里 红色成了现场的主色调 很多父母希望用身穿红衣的方式 来为孩子加油打气 上届的家长建议说 还是穿红旗袍嘛 然后就说 寓意一下开门红旗开得胜 所以就想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孩子 没啥讲究 就是重大日子嘛 然后给个喜庆的气氛嘛 考场开放时 多位家长都选择将孩子送到安全入口 也希望用进场前最后的时间 再给孩子叮嘱几句 等考生走进考场后 考场的外围已经筑起了人墙 家长们目送孩子进场 眼神中满是期待 我觉得孩子是能感受到的 他能感受到家长包括老师 对那个 对他的期望 我肯定比孩子好像还有点激动的感觉 这个经历一件大事嘛 实际上就是一个经历而已 等过去以后 可能再回过来就好说了 在人大福中考点进场通道的两侧 多位老师也身穿红色 来为考生提振信心 跟考生积个掌 或者给考生一个拥抱 高中陪伴考生成长的老师 在此刻也用他们特别的方式 继续陪伴着学生 是拥抱机长 第一个就是使孩子们放松吧 然后使他们感觉 就是老师在默默的支持他们 然后他们就瞬间的感觉放松 就是信心满满的走进考场 就这么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穿红衣服啊 机长就有一个开门红的 这么一个员意 开考后 很多学生家长和老师 仍然在考点场外等候着 一位老师告诉记者 在考场外 感觉离学生更近些 就在这儿等着他们胜以归来